大山的孩子 有 船哥我们干嘛去啊 我们今天去采茶 这个这个这个不能不能麻辣已经太老了 这么大的笋子只有你自己吃啊 我们不吃啊 我现在在永溪村 一队我已经步行了五公里了啊 沿着小溪一直往里面走 现在我们就要往这个山上去爬 很高啊 大概有六百多米 在这个山里面走路啊 一定要把袜子把它固卷卷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马虎啊 走了一半休息一会儿 到生山老林里面来 食物跟水一定要充足的准备一下 注意点啊 小心脚下滑 很多人都觉得过了五一了 还来采什么茶叶 没错 这个时候山脚下的茶叶 几乎老得不成样子了 但是高纬度山顶上的茶叶 虽然叶子比较大 但是很嫩 这个时候采正是什么 今天啊 受了疫情的影响 很多在外地务工的老乡都回不来 所以说 这里很多茶叶啊 都被荒废掉了 没人去采 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来 我们今天回去了 还要买一筐 走 这是我今天采的专业啊 哎呦 给他拿个铁子米的